现在介绍断带刺绣针穿线的方法 针头的处理 穿过去之后 在这边1到2公分的地方刺入 左手拿针 拉长线 这样就卡住了 那针尾的处理呢 在这里 也是1到2公分的地方 穿过去把针拉出来 留下一个小圈圈 留下往上穿针 左手都不要放手 这样就形成一个结了